就答应签,签了以后呢,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礼方的婚前财产呢,就很安全了 这个法律这种东西呢,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是吧,就是相对安全,应该说是 因为我们华人经常有这个父母啊,因为华人家长一般都喜欢给小孩准备的好 有的家父母家庭父母钱多的可能会留给小孩很多这个财产 是吧,那这样的话,那这种人可能就为了规避以后的不必要的纠纷 可能在结婚之前,就要求把这个婚前协议给写清楚 就是说,我婚前的,我的十套财产,十套房子,跟这个配合没关系 这个还是要一样,要找律师去完成这个流程 那这是一种情况,这是说,你婚前已经有财产了 然后呢,结婚之前,你想把这个财产规避 这个以后避免纠纷,那你就写这个婚前协议 让这个配偶签字,当然这个东西比较微妙,是吧 特别是两个人,如果谈恋爱的时候,要结婚的时候 要提出这件事情,写这个婚前协议这件事情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是吧 比较难以起始,但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自己解决的问题了 那还有一些,哦,还有一个不合规的方法,那个我刚刚忘记讲了 我不是教大家做坏事啊,但是就是说,有这么个事,我就跟大家聊一下 还有的配偶呢,就是结了婚了,然后呢 然后那个准备买房子,但不想放配偶的名字,只想放自己的名字 他可能就骗这个,骗这个,骗这个配偶,来这个签一个放弃产权的公证文件 然后这个配偶呢,不知道这个文件是放弃产权的,然后被骗了以后,然后签了 签了以后呢,这个配偶就如愿以偿,自己单独买了个房子,只放自己的名字,不放配偶的名字 那这个方法呢,当然也是不道德的了 然后呢 法律效应有一点,但是呢,因为是欺诈,所以以后可能也可以被推翻 但是呢,应该是比那个直接就写单身,直接就写单身那个 要更有法律效应一些,因为最起码他有这个文件在这里,是吧 那这也是一种方法,一个不太道德的方法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正当的方法,最完完整整的方法 就是结婚之,婚姻之中,你想买个房产,只想放自己的名字 那你就,你就直接跟配偶商量好 就说,这个东西我不想放你名字,想放我自己名字,然后双方都同意 那就是直接,配偶就知道他签的是这个,是放弃产权,放弃产权的一个公正的文件 他知道这件事情 那这个也是就是,这个就是百分之百保险 但是问题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愿意,是吧 可能有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就闹离婚了,也有可能 反正,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跟财产,房地产,跟婚姻相关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婚前,如果你要买房子 这个夫妻俩怎么处理这个财产 然后婚姻中,买房子,两个人怎么处理这个财产 当然如果你同意两个人名字都放上,那就不是问题,那就没问题了,是吧 现在主要就是说,如果不愿意两个人名字都放上去,那就有点问题 那还是一样,如果顺便再做个小广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这些内容呢,对你有帮助呢 你可以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呢,喜欢这个视频 然后视频可以留言 然后可以按那个订阅那个小铃铛 这样我有新的视频播出来 你可以这个随时,可以马上可以通,收到通知 有任何问题可以留言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这个 如果是 离婚了,或者准备离婚 如果夫妻俩有这个财产 共同财产 应该要怎么分 好不好 那 之前有些人打电话问过 问过这个事情 那今天也跟他聊聊 如果是两个人 有共有财产 然后呢,离婚了 想要处理这个财产 有几种方法 OK 一种方法呢,就是这个 就直接房子卖掉 最直接了当的方法 房子卖掉 然后呢 收到房款以后 各分各的 这是最直接了当的 那还有一种方法呢 房子不卖掉 那其中一个 配偶呢 把这个房子市值的这一部分钱 分给这个另外一个配偶 那这个钱从哪里来呢 如果你自己银行有钱 你可以直接把钱给他 那或者是你 可以从房屋里面 净值贷款出来 把这个钱给他 这些都可以 或者是 或者比如说 如果你有两套房子 一人一套 这也可以 那 那我们刚刚讲到有卖房子 然后分这个房产 分这个钱 就是各分各的钱 然后如果不卖房子 那其中一方保留这个房子 另外一方 把这个房子的这个钱拿出来 给配偶 或者是 或者是 自己本来就有这个钱可以拿出来 我看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卖房子 不卖房子 分钱 当然就是说 居住条件 这个也有很多种 这个不同的选项了 你可以卖了以后 可以这个 这个卖了就没地方住了 那如果你 没卖 分房子 可以继续住在一起 当然继续住在一起 其实不好 这些这种 那我就怎么住 我就不聊了 好吧 我主要就是聊这个 怎么处置这个财产这个事情 今天这个话题讲了一会儿 也讲了快20分钟了 反正今天就讲的是和 婚姻和这个房地产的之间的这些关系 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类似的相关的问题可以留言 好不好 那节目尾声还是 就是要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这个频道 就接下来会持续分享这个关于房地产投资的信息 然后呢 这个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喜欢我的视频 然后有问题 可以在在那个那个油管那个下面发言 好不好 那我是洛杉矶城龙 我们下次再聊